各位,据说我已经在豆瓣圈分组红透了半边天啊 没想到老子的效果这么罚群 GARS,你们真的不知道多少男的在全国追杀我 所以因为看了我的视频,女朋友跟他分手了 这怪我嘛,还不是因为你自己是个垃圾 人家顺手倒个垃圾,你竟然想杀我 你讲讲道理好不好 但是说真的,作为人类 我们不可能一辈子一直只有自己一个人吧,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好好地探讨一下 爱情这玩意儿,婚姻这玩意儿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鉴于我本人根本也没有结过婚 所以我没有资格谈 那么今天我就要找一个足够权威的人来谈 这位嘉宾就是你们最爱的老太太,刘教授 七夕一般要干嘛呢 收纸也行,上载贡也行 屏幕前的女孩子们都学了一点 天天到晚地为爱情流泪都是你脑子里进的水 而且为了客观的采访,公正的采访 为了彻底剖析爱的真相 我决定效仿伊丽静的采访风格 尖锐而冷静 准备好接受我的访问了吗 准备好了 那我来了 说吧 我的问题会非常的尖锐 有些不能答的就不答 为什么在我小的时候不告诉我 我不是你的亲孙子 我先公报私仇哈 这个问题我真的逼了好久 这一点直到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才从我同学的嘴里知道 没有任何为什么 你妈小的时候很小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妈了 我说我没有帮你不当我的亲女儿 你妈说的我也没有帮你不当我的亲妈 我是做什么事都是公开的 那为啥我小的时候不告诉我呢 好像就没有那个意识了 因为我没有想你妈不是我亲生的 所以我对你也是当亲外孙子代理 我姥爷年轻的时候是帅到什么程度 你说 我并没有认为他帅 等一会儿你不认为啊 但是我给你们看 你们等一下自己打分 我姥爷当年帅到被上海 他那一些国内的知名导演叫去拍电影的程度 但是呢 平心而论 你年轻的时候长得算不算好看 一般 一般是吧 很一般 很一般是吧 那我姥爷到底看上了你什么才跟你在一块呢 说出来 我感觉他吧 反正也不好找了 他能不好找吗 我姥爷长那么帅 为什么不好找 他找了很多都没成 领导对他的印象也不好 群众对他的印象也不好 他不是说那么坏 不坏 二傻子 大傻子 这么多年过来以后 我给下的结果就是大傻子 他是苏人专家培养的第一代研究生 所以我就认为呢 他在土木上可能有一定的程度 我就想是同行在这个方面吧 他对我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我跟他认识了 你老爷那人见了生人以后吧 就不停地说 不停地问 他说呢我就答我非常自然 说完了之后他就到我们家去了 我们家都不同意 为啥呀 他跟人打交道 看起来外表很好 但是呢说话吧 没有生前 什么叫没有生前 你举个例子 你家有几口人呢 都是做什么的呀 你几岁了 看见人吧 好像就像查户口似的 他跟谁都男样 来了以后 我想的就是喜欢查户口呗 打发走了 听到了吗 男生和别人聊天 千万不要查户口 不然你会被打发走的 回来以后他又去了 那家里就知道他有想法了 跟我你猜谈啥 谈啥 我以前找的几个女朋友 谁谁谁谁谁 你是做什么的 这个什么情况 跟他很好 和漂亮 完了到他给我看照片 一个一个的跟我说 他为啥跟你说他的前女友们呢 所以这个人吧 半傻不傻 像傻子似的 他跟我说我就像听故事似的 我要是到他们那办事 到他们出事去 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我不喜欢乱 我就把那东西都给他理了理 就接触的就多了 没说谈不谈朋友 我那好像帮着他料理料理家务啊 洗洗衣服啊什么的 也不在乎 他好像也不客气 就拿我们家洗去了 他做事情吧 不考虑社会的影响 其实我个人在学校里的条件是不错的 所以其实是你看不上我姥爷 是我们家看不上他 你姥爷一去 我妈就把脸出窗户看他 不理 不理他还不在乎 我说我妈身体不好啊 哦哦哦哦哦哦 就走出来了 打了他嗨去 哈哈 泄而不舍 这个问题过了 下一个问题 你们两个吵了一辈子 哎 打了一辈子 对 有没有想过离婚 想过离婚呐 想过多少次 不是想过 而是就是要离婚 已经上法院了 都到这地步了 他那个脾气 一般人都受不了 我不让 你吵我也吵 吵的时候 有的时候 他同那两下 你同我也同 就这样 就同那两下了 吵完了以后 离婚上法院 上法院他不去 我说不去吧 法院就单判 就会去吧 他带着孩子去 到那以后 他就说 他多么多么的表现好 我多么多么的表现 差 这法院就把我找去 把我臭骂一顿 回家 过着过着 又有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吧 又得吵 吵了以后又要离婚 法院去了好几次 我也想着他也老实了 就行了 你永远老实 不 又碰到那事儿又吵 后来你妈吧 大概有五六岁了 吵了以后 他捅了我也打 我打了不行啊 还让你妈帮着打 你让我妈帮着打我姥爷 哎 你妈我说咱上 哈哈 你就打车看 上 我就上 其实也不打 我们就捏着 捏着 她也不能动 她也动不了 其实 你说上你妈马上就上 哈哈哈哈 这样我告诉你 我不生气 就热闹啊 你妈也不害怕 就渐渐地吵的吧 就像玩似的了 下一个问题 我姥爷应该从来没跟你说过我爱你吧 没有 你也从来没跟我姥爷说过我爱你吧 没有 你俩啥也没说过对不对 没说过 那你俩在一块这五六十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让你们在一起生活这么久 工作关系 真的 你们一定中间有什么其他的感情 除了同事以外还有什么感情 我心眼好 你怎么那么嘴硬啊 什么叫嘴硬 你都不承认你对我姥爷有其他的感情 没有 但是呢 他要有了病 我感觉他可怜 他要挨了别人的欺负 我也感觉他可怜 心疼 哎 心疼他 对 你们不管刘教授怎么说 他就是嘴硬 我的眼睛里感觉到他们就是有爱 我姥爷阿兹海默综合症 在医院的时候他总是会对着我姥姥脱口而出喊 妈妈妈妈 我姥姥在他教学工作最忙碌的时候 往返于医院和家里之间 在我姥爷做手术的时候偷偷的抹眼泪 虽然他死不承认自己就是很在意 也许嘴硬就是那个硬和年代留给人共同的品质 心有多软 从行动上都看不到 这样的两个人跌跌撞撞完成了大多数人对暗性的终极幻想 那就是一辈子和一个人死守一身 我问你下一个问题啊 我姥爷这辈子有没有给你送过什么定情礼物 没有 你有没有给他送过什么定情礼物 没有 一个戒指都没有 那你期不期待我姥爷给你送过什么定情礼物 哎呦我的妈 我从来都没想过 一姥姥姥跟他吵了一架 说我大姐都要跟你结婚了 你一点东西都不买 买了一斤毛线 你生不生气 不生 为啥呢 不追求这些 你不在意吗 不在意 OK anyway 从来不在意 Yes whatever 现在如果有机会啊 我姥爷可以给你送一枚钻戒 而且是那种一个男人一生只能定制一枚的钻戒送给你 你开心吗 不开心 为啥呢 没劲 我不需要 你会不会有点高兴 你会不会有点雀跃 没有 你就说你有 没有 你就说你有 我为什么说有呢 你就说了 你从来没说你有什么 现在有人送你 我不要 现在有人送你 男人一生只能凭身份证定制一枚的钻戒 现在这个品牌把这枚钻戒送给我 寓意着是我姥爷送你的一枚钻戒 好不好看 这是很漂亮 对吧 戴在我手上不行 戴在我手上不行 我已经老了 手已经不配合戴这个了 这是品牌方又送你一条项链看 好 戒指也好看 谢谢 姥姥 今天的采访就是结束了 你知道他们的品牌理念是什么吗 是什么 男士一生只能定制一枚 哦是这样啊 对他就不可能再买第二名是应该送给最爱的人 一生只给一个人很到位再见 长按点赞三连 在慢慢的50年时光里 他们完全没有对彼此说过任何一句 我爱你啊 我喜欢你啊 完全不在乎对彼此有没有对对方付出 因为他们都会这么做啊 虽然嘴硬虽然不说 反过我们现在呢 很容易对一个人叫出宝贝 很容易对一个人说我爱你 很容易对一个人上头动心 但其实那些感情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啊 DR这个钻戒品牌 就像一个味道师一样 相信人一生只可以爱一个人 所以非常感谢DR替我的老爷 也替我为我姥姥送一枚钻戒 希望当皱纹爬完你双手的时候 还有一个人愿意牵着你的手 带着他给你买的一声唯一的那个钻戒 悠闲地跳着广场舞或者蹦着老年disco 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那个人生唯一的挚爱 在死之前 你们都给我去独自蹭了 那么我们来看的时候